五字二节C的第二十一题 这题目就比较漂亮了 就这个极限 这极限长什么样子呢 是H分之1乘以 乘以 这个积分是0 S加H 那U再加上U比方减1 那这东西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会等于极限 这是H7加于0 那这是H 它是极分XX再加H 那这是DU 它是U再加上 然后U平方再加1 那你看一下分母呢 曲近0 分子呢会曲近0 分子呢 当H曲近0的时候 上下线一样会曲近0 所以分子分母曲近0 要用挪比达法则 现在注意我们的变数呢是H 看清楚哦 我们的变数是H 分母的导演数是1 分子呢 这分母的导演数呢就是1 这极限 极限H7加于0 分母呢 导演数呢 就是H 它是1 那这边呢是D DH 那这照抄 XX再加H X再加H 那这是DU DU 这是DU 那这是U再加上 电号 U平方再加1 我们是用这个来处理的 那分子呢 5月7分 D级别的定理 推论也可以 D级别的推论 带上线 是以上线的打缝数 减掉带下线 是以下线的打缝数 我们看这个solution 正确的solution 把它排整齐 把它排整齐 h 摆在整个一个除线的底下 然后是分母曲线0 分子也曲线0 用罗毕达 用罗毕达法则 用罗毕达法则 分母是1 1就不要写了 分母是1 然后这个是带上线 自己上线的导演数 u 用s加1期待 再加上u 用s加1期待 平方再加1 减掉 此以上线的导演数 现在是对h 注意这是对h 不要搞错了 此以上线的导演数 减掉 后面是0 后面是0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 减掉代下线 对h来讲s是常数 对h来讲s是常数 常数导演数是0 后面来讲0 就不要管它了 那s加1期对h导演数是1 把1把它带回去 那分母为0 就直接带点 有h导演用0带 有h导演用0带 分母为0 就是直接带点 所以会等于 会等于h用0带 这是罗比达法则 罗比达法则 后面会等于这一个 会等于这一个 这是导演数 导演数是1 就把它叠过来 h用0带 分母为0 就直接带点 就可以了 h用0带 h用0带 s在这标 s平方再加1 答案是这一个 然后准备写个答案 这个的极限值呢 我得以这个 这个利用到 利用到这个 维基因的基本定理 维基因的第一基本定理 这个要把它了解 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不难 不难 带上线 这一上线的导演数 减掉带下线 这一下线的导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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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线的导演数